你這樣聽得見嗎 我們講話 聽得見 戴上聲音擴大器 92歲的退休老師常俊英 是幸福的銀髮族 你點要彈哪一個 要點歌了 一人雙飛 孝順的女兒幫母親準備了滿滿的歌單 讓母親的老年生活充滿回憶的音符 抗戰時逃難 從江蘇 貴州一路輾轉來台 常俊英在台灣結婚生子 進入空軍子弟小學服務 又歷經中年喪夫 顛沛流離的一生 都劃約在一首又一首的歌曲裡 剛開始SOHO的時候 同一年媽媽非常健康 那是大概到了13年的時候生病 她就是在感冒快好的時候 媽媽覺得自己身體已經不錯了 結果就在家門口摔一腳 後來我們跟姐姐兩個人就覺得說 以後不管任何情況之下 媽媽旁邊一定要有一個 我們姐妹一定要有一個人陪著 此後 韓小弟就把母親帶在身邊 白天工作時 母親就在旁邊彈琴寫字 而如果兒子可以回來 就是這一棒的時光了 這是妳啊 我 對啊 這是妳畫的 我不住在家裡 但是這一兩年來打給她 每次電話的結尾都會跟我講新年快樂 我在想是因為對她來講 比較快樂的氣氛是過年那一段時間 因為那個時間是比較大家都在 把記憶凍結在最美好的時刻 因為社會型態已經改變 如果兒女無法常常在身邊 未來該怎麼辦呢 她跟你問好 好 快來一起跟我動一動吧 她準備了很多東西要陪妳動一動 好 來 嘴巴動一動還是耳朵動 身體動一動 健康操 預備彎腰 預備 1 2 3 4 5 6 前後擺手 1 2 3 4 5 6 很快的機器人就征服了老人家的心 很快的機器人就征服了老人家的心 聽見嗎 聽見 2010年以後 資訊科技的整個發展之後 大家專注在整個資訊科技的交換的時候 所謂的陪伴型的東西出來了 那在日本有一個巡迴活動 它就有六支 paper 就是巡迴每一家的公立的療養院 整個去跟療養院裡面的老人 去做很多的一個互動 科技隨著高齡社會發展 機器人的人性化程度也被要求的更高 台灣的機器人現在還沒有走進家裡 或是醫療院所裡 除了市場因素之外 還有更重要的關鍵 真正的人性跟人性之間的親情 是沒有辦法被任何 具有高端人工智慧的任何的裝置 或者是軟體或者是平台所取代的 Caterine好高興有機會與韓奶奶互動 我們下次見 她說要跟你下一次再見面好不好 下次見好不好 下一次再見面好不好 請等等 那什麼時候就不能預定 如果有一天只剩下機器人的陪伴 你會願意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